蓝色多脑河 在古典建筑中悠悠川流 维也纳 原是森林边的小村庄 西元十三世纪 哈布斯堡家族兴起 在此定都 维也纳从此成为 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也展开了长达七百年的 帝国时代 霍夫堡皇宫 占地二十四万平方公尺 共有两千九百个房间 集合了哥德式 巴洛克和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是欧洲最壮观的宫殿之一 现在是奥地利的总统官邸 一旁的环城大道上 则坐落着市政厅 国会 和歌剧院 古典传透 与现实生活融合成一体 维也纳 似乎正向世人们诉说着 帝国盛世 与辉煌的过往 维也纳从十三世纪开始 就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 和统治中心 之后也是神圣罗马帝国 奥地利帝国 和奥匈帝国的首都 当时的人口就高达两百万人 因此即使过了几百年 帝国早已瓦解 但在这座城市里 依旧可以找到 昔日王朝的辉煌与荣光 搭搭的马蹄身踏着石板路 哥德市贵族宅邸 宏威耸利 精致典雅的街道上 看不到现代高楼大厦 整座旧城区 都是联合国世界遗产 漫步维也纳的街头 目击着绚丽与辉煌 仿佛走进历史之中 尽管人是已非 但皇族的习性与传统 直到今天 依旧存留在维也纳人的生活当中 年轻男女们在流泄的 原舞曲音符下 与人字形木质地板上 翩翩起舞 轻柔滑动的优雅舞蹈 正是起源于维也纳的 华尔兹 我们所拜访的 艾梅尔华尔兹学校 1919年创立 是维也纳最悠久 也是最著名的舞蹈学校 在维也纳有三十几间 像这样负责 教跳华尔兹的学校 所有学员 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 我们在这个舞蹈学校 四至五岁 在澳大利亚 你去舞蹈学校 当你14岁、15岁、16岁 然后是最重要的舞蹈 我认为四天一周 两个月 两个月 四天一周 有时多 因为我们也舞蹈 竞争 所以有时多 有时每天都舞蹈 两个月 我认为四天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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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兹原本是德国 相间的土风舞 十八世纪成为维也纳的社交舞 跳华尔兹的传统和欧洲历史 有着重要关联 我认为四天一周 在1814-1815 有时多百亿 互相当成为四天一周 几百亿 军云和俄亚 我刚才看ED到,Wien要说 why,Europe 比较来到另一亿 countries, 之后,Napolemon战争的战争 因为我们的聪明交集绅责价 Were Always Dance the Vietnamese Waltz 所以,当即时那时候的V אותו都在一起 当大家的舞台就是参加的东西 军了开始在我们的优养 第一步就是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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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你做得很好 學跳華爾滋不只是學習舞步 更是一個窺見這個城市的歷史與未來最好的方式 當你往前走 你會做小步 而往前走 就是做大步 維也納一年高達四百場舞會 從上流宮廷宴會到平民百姓聚會都少不了華爾滋 維也納華爾滋就是活生生的文化遺產 每年的新年舞會 都會以這一首小約翰·史特勞斯所作的藍色多腦和原舞曲 作為一年開始的新奇象 在全國三年來 在全國三年之間的新奇惡斯 只會像在各個新奇惡斯 在每年都和伊丹聖斯所作為一年 一年早上的大流氛 與兵威納過四百年來 四百年來 維也納成就如同一塊巨大的音樂瓷石 吸引着众多音乐家和爱乐者 除了约翰史特劳斯父子 莫扎特 贝多芬 海顿 舒伯特 布拉姆斯等多位音乐大师 都聚集在这座音乐圣城 维也纳更培育出一代又一代 杰出的指挥家和演奏家 金碧辉煌的金色大厅 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厅 也是维也纳爱乐的演出场地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 也按照传统在这里举行 建造当时并没有现代升学的理论 只是依照经验值来设计 但楼上的包厢 和墙面女神雕像柱的排列 却能巧妙地让听众不论坐在哪里 都能享受一样的听觉感受 金色大厅和国家歌剧院 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有演出 让世界顶尖的音乐家 将在此登台视为至高的荣耀 一连串辉煌的名字 更让全世界音乐爱好者 为之倾倒 对维也纳人来说 没有音乐伴奏的晚餐 也称不上完美 曾经有一项统计 维也纳本地人口160万 钢琴高达30万架 等于每五个人就有一架钢琴 二次世界大战时 维也纳歌剧院和一些教堂 都遭到盟军轰炸毁损 但战后修复的第一件工程 就是歌剧院 因为维也纳人总是说 音乐第一 上帝第二 维也纳既是音乐 华尔兹和舞会的代名词 也因为身为五千万人口的 奥匈帝国首都 涵跨多种民族和语言 多元思想混杂的局势 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在维也纳文化当中 还有一项重要特色 就是咖啡馆 因为它是少数在帝国时代 可以打破阶级的社交场合 不管你是王公贵族 或是商业剧鼓 甚至音乐家大文豪都会在咖啡馆里出现 著名的奥地利诗人艾顿伯格就有一句名言 如果我不在咖啡馆 那就是在通往咖啡馆的路上 跳高的哥德式穹顶 大理石原柱 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约瑟夫仪式 盼有最美丽皇后之称的西西公主巨幅肖像 中央咖啡馆1876年创立 至今已经有140年的历史 咖啡会传入欧洲 起源于1683年 厄图曼土耳其大军 第二次围攻维也纳 失败撤退之后 遗留下了一个装满咖啡豆的麻布袋 于是维也纳就出现了欧洲第一家咖啡馆 19世纪末 咖啡馆就成了维也纳人文惠萃的场所 那是男人的名称 实际上 这不是女人在咖啡屋 要讲过世界的问题 要讲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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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回想到这些时代 他们没有电脑机 没有电脑机 所以他们必须有训练的位置 然后有些人都住在这里 这个人Pieter Altenberg 这个人最常常在这里 中央咖啡馆一进门的雕像 就是诗人艾腾伯格 他和以前一样 从早到晚都待在这里 而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 南斯拉夫独裁者迪托 还有策划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 和托洛斯基 以及每考上维也纳艺术学院 后来成为纳粹强人的希特勒 都是咖啡馆的常客 热血青年激论革命 文人默克灵感启发 维也纳的咖啡馆是时代的见证人 更是历史的参与者 2011年联合国就将维也纳咖啡馆文化 列入非物质世界遗产 维也纳咖啡的特色 是在黑咖啡上加鲜奶油和巧克力 挫着一口咖啡与牛奶混合的浓城 维也纳人相当自豪 目前在维也纳有超过1000家咖啡馆 光是这间中央咖啡馆 一年就有50万人到访 单单这杯咖啡米朗期 一年就可以卖出12万杯 维也纳咖啡馆文化 直到现在依旧有着深远影响 而历经百年 依旧存在维也纳人生活当中的 还有这个美好滋味 炸得金黄的小牛肉排起锅 这就是被称为奥地利国菜的 维也纳炸牛排 相传19世纪 一位驻军意大利的将领 发现当地的炸小牛肉排极其美味 于是抄下食谱 带回维也纳 献给当时的皇帝约瑟夫一事 这项传说的真实性 有待考证 但炸小牛排却成了维也纳 最出名的美食 这间名为菲格姆勒的肉排店 1905年开张 到现在已经超过110岁 也将维也纳炸肉排发扬光大 主厨手中超大的肉排 不再用小牛肉 而是猪理机 由专门的师傅 垂打成又大又薄的均匀猪排 但最关键的是 要油炸出美丽的金黄色 180-190C 为了为了三盐 放入它 然后它们的水平均匀 然后它们的水平均匀 所以第二盐 同样的水平均匀 然后第三盐也 所以这一盐水平均匀 就会在同样的水平均匀 不到三十秒 三道油锅高温淬炼 维也纳巨无霸炸猪排 金黄出炉 外表酥脆 内层软嫩 光是Figmuller 一年就高达250万名 韬客闻香而来 等于一天就有七千人 上门指名要吃炸肉排 奥匈帝国当年流传的生活与文化 也就这样一点一滴 原汁原味地被保存下来 我们喜欢活着我们的传统 所以每个地方你去Vienna 你会有一个小规则 一小规则在英国时代 这个城市曾经是欧洲历史上最显赫 统治地域最广大的帝国首府 它是音乐 文化 艺术的摇篮 也是现代主义 近代思潮的温床 哈布斯堡家族 所统治的皇朝时代 已经远去 但往事曾有的荣光 却依旧在城市里昇华 而那 这是维也纳 留给全世界最俊勇的韵味